7月21日,佐科威总统前往东路沙省视察时,主持了该省西蒙加莱县的科莫多拉布安巴佐机场的扩建仪式。 目前该机场的跑道长2650米,扩展100米后为2750米,兼程后将能承受大型飞机的降落,并计划最晚于明年完成扩建。 佐科威表示,拉布安巴佐是世界上一处美丽与独特的旅游景点,扩建机场是政府为提高设施与容纳旅客容量所做的努力。 当天,佐科威总统也主持了林查群岛、拉布安巴佐码头的区域管理及挖洛稿废物管理系统的启用仪式,他希望民众要继续保护该地区。 近期,在亚加达中区杜固阿达斯及达养邦马县举行的佐修州备手热议。 印尼交通观察主席团主席爱蒂生表示,根据2009年22号第274、275条关于交通与街道的相关规定,该佐修州最好被禁止。 除了会影响交通的顺畅之外,也对佐修州的模特及民众的安全造成危险,因为邦马县原本的作用是过马路。 与此同时,亚加达省长安尼斯于7月22号表示,亚加达省政府并未颁布禁止在改地区邦马县举办佐修州活动的条令,只有没有出台规定就不会禁止这些活动。 而佐科威总统也表示,这次在自打烊举办的时装州。 他表示,这时年轻人充满创意的表现,只要不违反规则即可。 根据台湾媒体报道,7月22号当地时间早上约10点,47岁的台湾知名银星林志盈,驾车并带着儿子一同出行,因不明原因撞上交通信号感。 汽车起火燃烧,但随即被热心路人就出松网医院接受紧急医疗。 7月24号台美爆料称,截止当地时间下午4点,林志盈的伤势除了掩面、肩膀骨折外,已是由乳内出血,情况不太乐观。 另外,台湾省桃远市交通局表示,民众开车自转,无论是钻坏路数或是交通信号感,都会向当时人求偿,而交通信号感造价大约要十几万元新台币。 重新安装需要7至14天,交通局会对林志盈求赔厂修复费用。 美都新闻整理报道。